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花盆砸伤了头 现在正在医院抢救 我吓了一跳 我们这个小区都是露天阳台 当时选房子时看中的就是这点 压根没想过还有高空坠物一说 我着急懵慌的安顿好闺女去了医院 苏明见我来了 一把抱住我 哭成了泪人 梦懂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只能陪着一块儿抹泪 哭得差不多了 苏明才说 她刚到场子就接到了张大爷的电话 她都懵了 好半天才缓过来 她一个劲地问我 婆婆会不会死 怎么花盆偏偏砸到婆婆头上了 还没等我插话 又念叨起 婆婆把她拉扯大的不易 我自知这档口说什么都没有 只得瞎子看戏只动耳朵 肝听着 我跟苏明是朋友介绍的 知道她是单亲时 我妈特别纠结 既看中她年纪轻轻 就有了自个儿开场的能力 又担心她跟寡母相依为命 别是个妈宝男 我妈不知道 高中毕业就入社会摸爬滚打的苏明 岂是婆婆拿得住的 自打十二岁上没了爹 她就挑起了家里的大梁 婆婆反倒一直活在她的羽翼下 刚当管夫的那几年 婆婆七七八八也找过几个 后来我跟宋明结了婚 刚开始 婆婆除了看不惯宋明对我的好外 也没出什么幺蛾子 但自打我阴公外孕 切了一侧的书篮馆后 婆婆说话越发加强待报 逢人就哀声叹气 抹泪叫句 说我是挂历上的花瓶 中看不中用 甚至还窜到宋明离婚 我实在受不了 一狠心搬到城里的房子 来了个眼不见心不烦 任他翻出个大天来 也跟我没了关系 值得欣慰的是 宋明一直护着我 陪着我 那几年 我做梦都想怀个孕 求医拜身无数 苦药汤子喝了一锅又一锅 肚子就是没个动静 这样的日子熬了六年 就在我以为要被熬干时 终于久逢干路 我怀孕了 宋明想让婆婆照顾我 我没松口 硬撑到闺女出生才把婆婆请来 哪知婆婆是来跳舞的 一出去就是一天 根本不管我的死活 婆婆对跳舞的痴心激进风魔 直接导致她还发展了一个来年之急 张大爷 只是这张大爷还没进一步行动 婆婆就出了事 这次 婆婆伤得重度颅脑损伤 手术做了几个钟头 宋明就念叨了几个钟头 一点正事没想 我实在憋不住 趁着婆婆手术完推进监护室的空档 忙问宋明报警了没 宋明愣了一下 说没有 还嘱咐我别擅自行动 婆婆还没过危险期 她没经历想这些 说完又趴在我的腿上哭开了 一个劲儿的嘟囔 婆婆要是有个好歹 她就真的成了没妈的人 听得我都跟着掉了一盆的眼泪 晚上回了家 我搂着熟睡的闺女 才算趟过了这场冰花马乱 只是苦了宋明 舍不得婆婆 死活守在监控室门口不挪窝 只说让我回家把家里都翻腾出来救婆婆 其实 对于救婆婆我没意见 毕竟她是宋明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 娘俩又相依为命这么多年 但婆婆这属于恨祸 是人为的 怎么招治病的钱也轮不到我们自个儿出版 既然宋明不愿意见人 那我只能赶鸭子上架了 这天我没去医院 把闺女送到我妈那儿 就去了律师事务所 咨询赔偿的事 人家说 婆婆的情况属于高空坠物 是民事案件 在找不出加害人的情况下 可以告整栋楼的住户 让他们自个儿找证据证明清白 这时 宋明打电话催我带钱去医院交押金 挂了电话 我直奔医院 见照宋明 我兴奋地将律师的话和盘拖出 问她告不告 宋明想能好半天才点头 说她去法院问问需要什么手续 第二天 我早早来到医院 给宋明送吃的 她竟然说 起诉程序太麻烦 我婆又生死未卜 她没那闲心 不告了 我一下子急了 质问她是不是钱多烧的 怎么老想着稀释宁人 实在不是我挑事 在婆婆被砸这事上 宋明的态度实在让人太过火达 总想做苏头勿归 见宋明不答话 我拿起手机要报警 宋明急了 一把扭过我的胳膊 抢过了手机 扔进了垃圾桶 我没想到宋明会有这般反应 挖的一声哭开了 边哭边数落她 宋明见别人都瞧着 硬把我拉到楼梯间 低伤问我想干嘛 我眨巴着眼泪问她 为什么不报警 为什么不起诉 见她不说话 我又扯着嗓子喊 你是不是有事儿瞒我 宋明 宋明一巴掌堵住我的嘴 没完了是吧 我用力扒开她的手 说 没完 你妈这事儿就不能我们四个出钱 这是铁定的 就是我现在不报警 回去也报 除非你告诉我为啥 我这头话音刚落 在看宋明已如彩扁的鱼飘 泄了气 压低声音说 婆婆是她砸伤的 婆婆是宋明砸伤的 我以为听错了 反复问了她三遍 那天宋明根本没去场子 而是去了一个朋友家 逗狗时 狗不小心撞翻了挂在栏杆上的挂式花盆架 花盆从阳台翻出去 找到了路过的婆婆 我想到什么似的 瞪着她 问了一句 你哪朋友是女的吧 宋明看了看我 没说话 算是默认了 我心里的火直接往上翻腾 压都压不住 大喊了一声畜生 便跑出了医院 隔了三天 我给宋明打电话 让她疼时间跟我去趟民政局把离婚办了 宋明说她没空 婆婆毒内感染 刚救过来 上了呼吸机 一天要大几千 她正在为钱发愁 我笑了笑回了句 你这大老板 有钱养三 没钱救妈 说出来谁信 实在不行 把小赛的房子卖了 或者干脆把厂子卖了 没等我说完 她在那头吼了一嗓子 她那房子是租的 厂子压了一批货 我真的没有多少钱了 我心里疼了一下 宋明真的在外边养了小三 看来这婚必须得离了 既然如此 那就趁早 趁着宋明还没卖房子救婆婆 赶紧挣套房子离婚 也许我这么做 有点趁火打劫 但我本就不是圣物 做不来无私奉献 庆能相助 更何况宋明伤我在先 厂子跟老家的房子我都留给她 只要这套楼房 方便闺女以后上学 我满以为宋明会顺利答应我的条件 谁知她说 闺女可以给我 房子休想 气得我差点冲到医院挠她几把 没办法 只得拿她杂婆婆这事做文章 威胁她不同意离婚 我就去法院告 去厂子闹 哭出脸不要了 也把她的名声跟残入脚断了 宋明没辙 签了离婚协议 就在我长书一口气的时候 宋明又一次颠覆了我的三观 那天刷微信 看到业主群里有人说 宋明准备起诉十号楼的所有住户 要求赔偿的事 差点没把我恶心死 隔着屏幕 我都替她脸红 宋明的社会真的没白混 就是老莫深算 怪不得我一提要揭穿婆婆被砸伤的事 立马同意把房子给我 亏得我还以为 她是发霉的种子虫掌芽 有了良性 到半天 人家打的是赔偿的主意 看完微信 我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 静鬼使神拆新办了手机号 注册好新微信 静群把宋明贼喊捉贼的老底儿 接了个干净 这下好了 夜主群里如同滴了水的热油 焚烫得不笑话 一时间 骂声笑声挖苦声声声入耳 堪称奇观 夜主群刚消停下来 宋明就打电话约我出来聊聊 我没敢答应 只说闺女病了 敌不开人 宋明说 少他们中算 夜主群那个 说我妈是我砸死的信号 是不是你的 我在心里哆嗦了两哆嗦 什么信号 这两条闺女书页 哪有空管你那些破事 没准 是你仙干的呢 是不是没胃宝 没等我说完 宋明便挂了电话 我又长出了一口气 这局算是赌赢了 其实 我早就觉得宋明不对劲 有一次婆婆跳舞回家玩 我带孩子累了一天没好气 跟她因为孩子吃奶的事 呛呛起来 婆婆不小心说漏了嘴 当婆婆发觉 将她儿子在外面的好事 脱露出来时 老脸一红 弄了片刻 竟然咧着嘴劝我 自古男人就是女人的天 没了天 女人也别想活 她还让我想开些 有能耐的男人 都喜欢证明自己 宋明也不例外 她跟外面那个 只是新鲜 只要她不提离婚 我就还是她宋家的 正牌儿媳妇 当时我心乱得很 想跟宋明摊牌又不敢 想黑不提白不提 又不甘心 最后只得偷偷在 宋明的手机上 开了定位功能 隔了几天 我半夜起来 趁宋明睡得晨 翻了她手机上的定位 其中去的最多的 便是我们小区十号楼附近 我又翻了宋明的微信 来回好几圈 终于确定 一个戴帽子的女人的头像 可能是宋明的三 因为宋明对她 设了消息置顶 但是俩人没有说过话 再就是 从她朋友圈里 发的小视频 可以断定 她就住在我们小区 决定后 我强压住怒火 记下女人的微信号 准天用新办的手机号 申请了微信 养了个把月后 开始加女人的好友 一经她通过 我开始用三的身份 跟她大吐苦水 可能是臭味相投 聊了没几天 我们在微信上 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慢慢地 从她那里 我确定了宋明的变心 以及这个女人 对宋明的真心 自打知道宋明 背着我养了三 我就决定离婚 我跟了宋明快十年 最了解她的亲密 没有有力的证据 贸然跟她提离婚的话 我肯定得不到一点好处 正在我一筹莫展时 活泼受伤 让宋明主动承认了出轨的事 虽说 我赶在婆婆生病时提离婚 有点落井下石的味道 但我实在忍不下去了 再说 就算我现在不说 李宋明的自私 到真卖房时 宋明也会先舍了我 因为那个女人说过 宋明跟婆婆早就计算着 等她生了儿子 就把我扫地出门 到时有的是办法 就我一分钱也捞不着 当时听了这话 我惊出了一身白毛汗 先下手为强的念头 便是在那一刻 生根发芽的 至于婆婆 宋明那么有能耐 想来也不会太差 就在我独自带着闺女 为生活奔波忙碌时 突然听说 婆婆死了 还是跟宋明有关 那天是婆婆入院的 第二十一天 我正陪着闺女 在楼下玩 张大爷叫着我 上来就说 婆婆死了 还红着眼罢宋明太没良性 说得我一愣一愣的 好半天弄明白 原来宋明受不了婆婆 在重症监护室 刚昂的治疗费用 在咨询一生 婆婆只有50%的治愈希望后 竟然自愿放弃 眼睁睁送走了婆婆 又在葬礼上 伤心过度昏死过去 我无语了 是真的不知道说什么 难道斥责宋明留着厂子 和老家的房子 土地 舍不得动 诚心让婆婆死 还是埋怨自个儿太自私 把宋明逼到这一步 还是感叹婆婆命苦 摊上这么个自私自利的儿子 还是唏嘘 这男人狠起来 真是要命 还是幸早 我早早看透 不惜舍了脸 撒泼耍赖 也要混套房子 离婚 也许这就都是我想说的 但中秋还是吐出一句 离婚要趁早 当断则断 不断避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